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眼玩具開銷,我是Jeky 這次我們來介紹剛到貨的夜魔俠角色 那這隻角色嚴格來說他沒有多少的配件 就是他附的這個雙結棍,你可以看到有鏈子的 有拼起來的,還有分開兩隻我已經插在上面 然後就兩對手跟一個可換的嘴型 那他也沒有蝦人的那個 蝦子的那個頭雕 那就比較稍微可惜一點 然後地台呢,這次稍微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有一點點場景式的 只是他的場景式算是分開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原本,那上面再來是貼紙 所以我覺得貼紙一直以來都很偷懶 然後再來就是獨立有了這一塊 然後底下還有一個把它墊高的這一塊 所以他並不能組裝或是拼起來 他就只能這樣子靠著來呈現地台的立體感 那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就是還蠻奇特的一個地台做的方式 就是拼湊的,然後也不能算組合 就是靠上去而已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主角的本體 首先呢你可以看一下頭 就是面具這個頭是比較有光澤 那衣服則是有點像蟻人的衣服的布料 然後附了一個就是有點半張嘴的嘴型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把它拔起來 不過不怎麼好拔就對了 可能頭拆下來會比較好拔一點 好拔起來之後你就可以換另外一個 但我拔不太起來 第一次總是比較緊 好OK 漸漸的終於把它拔起來 好拔起來之後他就是一個凹槽而已 所以就扣進去喔 那也就是再把它推進去 好就可以換成 咬牙裂齒的這一個 形狀的頭 那這就是他附的 不能說頭啊應該是說 表情 好所以這就是他附的一個 表情就是這 這兩款啊並沒有 有附頭雕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這部的影集我並沒有看啦 可是我後來 要開箱我去稍微找了一下資料 比對一下就是電影裡面 不是電影啊 影集裡面主角的角色喔 那實際上收到之後 我覺得整隻其實跟 影集裡面比起來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壯 然後再來就是身體 略略瘦脖子略短 好所以整隻呢 我收到覺得其實脖子有一點點短 好這大概 就是我收到的 這隻跟我 去查影集資料的感覺 那可動呢 上半身 其實還好 就是雖然這樣子的布料 上半身平舉 好大致上ok 然後 手腕 雙重關節 好所以可以 彎到你看的 目前這個角度 然後背部 的形狀 好你也可以看得到 那同樣這種布料 不太適合九凹啦 他只適合呆呆的 站著 好因為九凹的話 大家都知道布酒了會容易龜裂 好然後 再跟 電影的細節比較一下 當然 影集的細節比較一下 衣服上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差距 那不過已經做的 差不多90%的還原度只是 身形的 壯的感覺 在 影集裡面 主角這邊的胸肌會比較明顯 可是在 這隻角色其實收到的感覺是比較 比較瘦弱的 你可以看到 然後把鏡頭往後退 好你就覺得整隻其實是 比較瘦 然後 脖子感覺比較短一點點 好這是 個人的感覺 好那再來就是下半身了 好下半身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可取的地方 不可取的地方就是 這邊並沒有針對可動去做設計 所以 你完全不適合這樣子想把腳張開 雖然素體可動 不然這邊 會撐住 所以不建議 那前後的活動也是 你可以看到 角度非常的矯 所以大腿幾乎 嚴格來說接近不可動 好然後膝蓋 雙重關節 所以膝蓋大致上的 可動是OK的 那這次有做了一個我個人覺得不錯 就是腳掌 腳掌呢 你可以看到 雖然他是這種靴子 可是 他要把它拆開 為了 為了得到比較好的接地性 所以他有把腳掌 其實分開了 那 這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方式 雖然 這邊看起來會有一點點怪怪的 可是你得到非常好的 接地性跟可動 畢竟玩具就是要把玩 你如果 做的很帥 那不能玩 那就買雕像就好啦 沒有必要 買可動人 畢竟他還是號稱可動人 所以在腳掌上面呢 我比較喜歡像現在這樣子設計 那 之前的美國隊長或是什麼 其實也類似這樣設計 只是之前美國隊長 他是一個類似像套子 那這個是真的是 整體的一桶的靴子 可是 他有用心的把它分成兩節 讓他 看起來不至於太唐突 但是 可動上提升非常的多 可是他這邊有做可動 他並沒有在 胯下的布料稍微做改進 或是什麼讓他可以增加可動 所以胯下 的地方幾乎是不可動 然後稍微轉動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正面跟 背面 好了最後呢 就讓大家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最後呢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 嚴格來說呢 他其實沒有什麼 豐富的配件啊 不過整隻看起來還是 蠻帥氣的 然後呢 後來他的 另外一隻腳應該說 影集的另外一隻角色也出了 就是那個 懲罰者還是什麼 那這幾天也會開箱讓大家看 那 這是夜魔俠 就是他透過少數出的 少數出的就是影集的 角色喔 那他 一定有 一定的 知名度 他才會去出來 畢竟 如果知名度不好也不好賣嘛 好那最後謝謝大家 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同樣有需要預訂或是必要配偶的廠商 都可以與我聯絡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夜魔俠之大人玩具開箱 好嗎 谢谢大家